今年中国第一重瓦敦大区055下水了,055行万多大区的主要任务有,一来是我国航母舰队以建立,而需要055这样的武林高手先生护卫, 二来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经济重点都在东部沿海地区,恰恰在这个方向我们面对着最强大的对手,而又缺化防御纵深,055的福音应该是担负把我国的沿海防御行外吹2300公里的重任。 那么问题来了,055行驱逐舰装备,那雷达就叫有多先进? 055大型导弹驱逐舰正搭载的有缘,向控制雷达为346B型,是052地区驱逐舰上346A型雷达的改进型,采用夜冷结构。 根据珠海航展上中国电科集团相关专家透露,346B雷达的性能,不论在探测距离,火力通道,截获精度,还是抗干扰能力等等,都远远超过美国现役的APYED宙斯顿雷达。 346B型雷达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之一,有四个波段,S、X、C、米波,其他国家连双波段都罕见,美军的双波段因为经费被砍了,又因为055驱逐舰的压力,要在伯克3上重新加上去。 所以055是世界上第一种,至少有四面双波段有源向控阵雷达的战舰,055驱逐舰的综合围杆上,还有一不小心向控阵雷达,兼具两种不同波段的有源向控阵雷达系统,构成了DBR双波段雷达能力。 双波段体制由广距搜索雷达,VSR负责远距离搜索,游度功能雷达,MFR负责精密追踪识别和武器射控,两者相互相成,互拨不足,满足舰上需要的所有雷达功能,包括对空对海搜索,造成预警,反导翻空,进程防御,对海对地作战,这是目前世界最尖端的舰战雷达技术, 可以同时提供大批量,大距离的目标探测和导弹引导能力,领先世界主要大国一代,领先日本等国十多年的技术水平,这是中国海军技术发展的一个辉煌结晶,此外055型驱逐舰还有半隐形的密波向控阵雷达,应该可以对付F22和F35隐形战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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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